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曾说过 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瞬间转入另一种意识 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在发生彻底转变 通灵 莫尼克 马修 问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 我想知道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是抗争 还是接受呢 光之兄弟群体说 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偏离我们的道路 对此我们不会过多展开 只做如下回答 你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要以明智的方式去表达 示威游行 对政府来说已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要表示你们的决心可以有许许多多种别的方式 不过 我们的任务不是向你们提供做这种事的诀窍 而是向你们提供自身进化的诀窍 你们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时刻 此时 你们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 西方文明 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 都在发生彻底转变 其实已不再有什么西方文明 因为 所有国家 都已在经济上 连结在了一起 我们还是要反反复复地对你们说那句话 改变你们自己 那么 你们周围的许多事物 就都会改变 我们来这儿 不是为了让你们去抗争 那不是我们的使命 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来这儿 是为了告诉你们 和平与自由 就在你们自身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从你们那里 将其夺走 试着去理解这一点吧 我们还要说的是 这一定得告诉你们 某些事物必然会崩塌 以使 那适当的 平衡的事物 能够诞生出来 以使 那会让人类幸福得多的事物 能够诞生出来 你们等待着 那不可抗拒的巨大转变吧 你们将会经历这些转变 至于经历的怎么样 要看你们自己的存在状态 以及 你们自身之中平和与安定的程度如何 再说一遍 你们要觉醒 要在圣爱中 在安定中 在欢乐中成长 要尽可能的积极 正面 即使 你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在崩塌 你们也要勇敢的走在生命之路上 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们 即使伤到了也很轻微 对于 你们这些正面临着艰难经历的人来说 这可能显得太虚幻了 但你们 以后 将会一直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自身 看待生活 那会是你们与众不同 会是你们比较容易地体验生活中的经历 最后 我们想要告诉你们的是 在你们周围 将发生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你们自身之中 将发生什么 重要的是你们的觉醒 我们希望沉睡者能够苏醒 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 你们是享有永生的 是不同寻常的存有 你们拥有无限的能力与潜力 一个人通过其振动 通过其爱的能力 可以改变其周围很多的人 你们靠示威游行和革命 是不会改变这个世界的 这个世界 将依照你们个人改变的方式而改变 也将渐渐依照你们集体改变的方式而改变 人们没有始终选择改变其命运的正确方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无知 但随着 人们从光之层面 从其银河兄弟那里得到帮助 随着 人们接收到来自宇宙的爱 他们将越来越多的知晓 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行动和表现 这样他们就将获得进化 他们周围的一切也都将进化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 你们的世界将发生改变 我们听到你们在说 这还要再持续很长时间吗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很快就改变 我们的回答是 这个世界的改变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完全取决于你们内在的改变 取决于你们能否觉醒于另一种意识 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 一切都将很快改变 我们曾说过 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瞬间转入另一种意识 在这个世界突然转入另一种意识之前 也会有外部事件主要通过 促成人们之间的团结 友善来加快人类的觉醒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不再多说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做出的回答 光之兄弟的祝福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下一步 我们下期'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